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爆料 2.70与SP技能曝光 同学组被提出,流银起飞 新命图来了 2.6-2.7卡池强度反转 杀金复刻必抽 两大辅助别错过 2.6两大人全卡复刻必抽 2.7-3.0卡池安排 新四星登场 新穷铁刀2.6卡池 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乱破 也即将登场 有关于2.6版本的前瞻直播 也就不到7天的时间 会在10月11日晚上8点左右开启 以及300星穷兑换码的奖励 还是非常香的 而说起2.6及后续卡池角色相关的汇总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各位开拓者们 比较关心的2.6-2.7卡池角色 登场顺序的安排了 2.6卡池的新角色 是乱破 已经官宣就不说了 根据网传消息的汇总来看 2.6上半复刻影乐 下半卡池复刻的角色分别是黄泉 杀金这两位 2.7卡池上半新五星角色 是五星虚数 同鞋星期日 下半是火虚无 S.5停云 复刻角色的话 据说大概率在流营 波提欧 任几位角色中 而说起2.7卡池新五星角色机制定位相关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就最新的消息来看 某个最新的配队阵容中提到了流营 停云 凌莎 软煤搭配 其中同鞋主被踢了出去 之前的消息中就有提到 SP停云是击破队专辅 这么来看的话 流营超击破队在后续2.7还要起飞 不过据说该消息可信度不高 假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具体还得以官方公布的消息为准 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于SP停云的定位相关 整体来看并不是击破专辅 类似于软煤一样跟击破向性较好 并不限于击破体系 战绩全队争议 更像是偏击破体系的通用辅 而在后续的版本中 模拟宇宙也会增加新的命图 神秘命图 绑定交换体系 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还是那句话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青穹铁道2.6卡池的乱破即将登场 有关于2.6卡池复刻的三位五星角色 据说分别是影乐杀金黄泉这三位 2.7卡池则是星期日SP停云的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本期就2.6到2.7卡池角色抽取 推荐相关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 2.6卡池的新五星角色乱破了 乱破是五星虚数致死角色 就目前的技能机制来看 主打虚构 击破敌命 强度一般 不过毕竟还没上线 具体还得已上线后的实测 再考虑是否入手 三位复刻角色的话 其中杀金抽取优先级最高 其次是黄泉 不过0命黄泉线 版本打起来已经比较吃力了 如果是补二命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 音乐则是不太推荐 选择抽取 而说起后续的2.7卡池 两位新五星角色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分别是星期日停于SP 不过有关于两位新角色 技能机制的版本太多 目前也就知道个大概 其中星期日是虚数铜鞋 机制和召唤有关 有拉条充能梗 看上去更像是 亭云的上位替代 也就是大亭云单体大幅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SP亭云的话 目前来看 应该也不完全是击破队专辅 搭的队也许还有机会 大概率是通用辅助居多 总的来说 2.7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辅助能力都不差 抽取优先级还是非常高的 两大辅助平民玩家 还是推荐期待一波的 2.6卡池的话 则是按需抽取 优先杀金 其次黄拳 资源足够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乱破隐悦 所以说 各位开拓者们的新穷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 新穷铁刀2.6卡池 越来越近 除了性五星角色乱破 即将登场外 有关于2.6版本的前站直播 也会在10月11日和大家见面 当然了 300星穷兑换码的奖励 自然是少不了的 届时 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领取哈 各位开拓者们 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后续 2.6到3.0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相关的消息 基本上也都被放得差不多了 其中 2.6卡池 据说是隐悦 黄泉杀尽这三位五星角色复刻 不过2.6前瞻再集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 倒是可以 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 2.7卡池的话 则是之前提到的星期日 SP庭云两位新五星角色 五星四星角色陪跑复刻角色 大概率有流营 其余未知 除此之外 就是后续3.0卡池角色登场的消息了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 更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3.0版本中 会有两位新女五星角色登场 分别是冰毁灭成女 阿格丽亚 以及冰智词成女 SP黑塔 当然了 据说之前2月7日卡池的新四星 角色炳克先生 也会在3.0版本登场 不过可惜的是 炳克貌似没有打赢升星赛 还是四星 不过对比罗斯姑母要得多 估计登场 起码是后期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于2.7卡池的新角色 SP庭云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应该不是纯击破专辅 大概率和软梅一样 但用性较高 只是更适合击破队 战技光环 可以给全队争议参考3月7的不同拜师 大招 则是攻击敌方全体上状态 不过是非必重的 天赋的话 充能推调加伤 据说都有点 这么来看的话 SP庭云 是通用大幅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流营超击破队 或许2.7也会起飞 不过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 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前面 不驻 我们来讲 彩虚 今天 我可以 演唱 成功 在 画面